我一听说呀像这样的芒果在你们那儿最少是要十几块钱一斤 我就感觉呀我们家这芒果是帮别人种的 看一下每一个呀都是皮薄肉厚重填无私的 都得用汤勺瓦着吃因为它太大了肉太厚了看到没 如果你们喜欢吃呀我呀就把这么好的芒果给你挂到下方小汪车 只要你少吃一份早餐都给你吃半个月的芒果了 往年呀像这样的乌和荔枝咬一口呀都得好几十 今年不一样呀产量大丰收你们呀都可以把它当饭吃了 下方小汪车你们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 满满一大箱只要一百多就给你包邮到家 农民的东西呀你就算种的再好他们也就不到 但是这个有些人呀转手一脉到你们手里都要四五块一斤 今年呀我想帮帮他们 如果你们喜欢吃的话两个小爱心小黄车里呀这么好 一箱才只要九块九我只替他们收个成本回来就行多一分我也不认你了 小姐姐这个是你家甜瓜吗 我看一下 对这是我家的没错 这个瓜呀又脆又甜特别好吃我还想买怎么买得到呀 下方小黄车呀难买一大箱 来朋友们看一下这个呀就是我们的卧肝 皮薄多汁的像这样的卧肝呀我一天都能吃五六十个 如果你们喜欢吃点个小爱心下方小黄车呀我一箱只赠你们五毛多一分也不赠你的 往年呀像这样的乌和荔枝咬一口都得好几十 你们呀都不舍得吃今年呀大丰收了都可以把它当饭吃了每一个都是这么好的品质 今年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哦 一百多呀我都能给你发满满一大箱了真的特别好吃 来朋友们都说呀长得最丑的苹果是最甜的 看一下这个苹果呀是整个树上长得最丑的一个 咱们把它打开看一下里面有没有糖心哦 如果有糖心的话记得给我一个双鸡哦 哇没有糖心哦 想吃的话来我直播间 你们呀是不是都在吃市面上十几块一斤的白心火龙果 你看一下我们家的红心火龙果已经大量上市了 像这样的火龙果呀皮薄肉厚重田无私 关键呀它一颗籽都没有 你们如果喜欢吃呀我就把它挂 哇小姐姐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糖心士兵吗 对呀给我来一斤啊 哎呀都上我家来了要啥钱呀 想吃自己随便拿吧 那我要是以后还想吃怎么办呢 那你帮我点个小爱心 下方小黄车呀就可以买到哦 你们不要再吃市面上四五块钱一斤的苹果了 那也太贵了 看一下我们家的花牛苹果呀 像这样的苹果 我一天都能吃二十多个 如果你们想吃的话帮我点个小爱心 下方小黄车呀十几块给你发满满一箱还包油 小姐姐啊 哎 听说你家的瓜九块九一箱是真的吗 错 就咱们家这种又脆 脆甜 脆甜 脆甜多汁的炎凉甜瓜呀 你如果喜欢吃 你来我直播间 下方小黄车 九块九呀 给你发一个 火龙果呀 就得吃这种红心的 来打开一个给你看一下 这个呀是我们海南的京都一号红心火龙果 它的皮呀是非常非常薄的 果肉呀从甜无酸关键呀它一颗子都没有 看呀如果你们喜欢吃呀我就把它挂在下方小黄车 农民的东西呀你就算种的再好你也要能卖出去 你能卖出去你才能赚到钱 但是就是因为自己不会卖 这边那些坏人呀几毛已经收走转手到你们手里价格就发了好几般 所以今天我决定呀帮帮你们和他们如果你们喜欢吃又脆又甜的苹果帮我点个小爱心 下方小黄车呀只要一份早餐钱就能给你发买买一下海报又到家 听说还有99%的人没有吃过这样的奶油苹果 你呀真的是咕噜寡闻了看一下像咱们这样的奶油苹果呀又脆又甜 特别好吃来我直播间买买一大箱呀只需要一份早餐钱就给你包邮到家 农民呀就是这样种地的时候快分收分收之后又发愁 你看这么好的法律秘术 那有些人转手一卖到你们手里都要四五块一斤 今年呀我就想帮帮你们点个小爱心 小黄车一箱才只要九块九还给你包邮到家我只替他们收个成本回来就行 多一份我也不赠你的 很多人都没有吃过荔枝王认为他个头很大就一定很贵 其实呀你们感觉错了像这样的荔枝王呀现在是大量上市的时候 价格呀真的不贵不信你点个下方小黄车看一下呀 哇小姐姐这个就是十块钱五个的火龙果吗 啥十块钱五个那是在你们那儿我们这呀可是产地 来我打开一个给你看一下就我们家这么好的红心火龙果呀 每一个呀都是皮薄多汁的 你看一下它的果肉 满满的花青素 你要是喜欢吃呀就这么好的火龙果 你再给我添一点呀 我都能给你发满满一大箱了 我不说呀 你们肯定以为这个是黄瓜对不对 这个呀就是我们山东的头茶羊鸟面 这个给你们看一下 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 每一个呀都是这样的又脆又甜的 你们呀一定要来一箱尝一下 我一听说呀像这样的芒果在你们那边都要卖到七八块 我就感觉我们家的芒果呀是给别人种的 你看像这么好的贵妃吗呀 皮薄肉厚 从天无私的 如果你们喜欢吃呀 我就把它挂到下方小黄车 来我这波间 只要十几块就给你发满满一下哈包邮 来给你们打开一个卧干看一下 像咱们家这么好的卧干呀 皮薄多汁好吃到你根本就停不下来 我一天呀都能吃一百多个 关键价格呀非常的便宜 如果你想吃点个小爱心来我吃不见 买买一大箱呀 只要二十多还包邮到家 一箱呀我只挣五毛 多一分也不挣你的 你个败家子 昨天甜瓜你卖多少钱 九块九啊 卖多少 九块九一箱啊 你就气死我吧你啊 那不卖怎么办呀 这么多甜瓜 几毛一斤都没有客人来说 行不行的哥哥姐姐 如果你们喜欢这种情 下方就